蔬菜种植户们都知道,饼肥用到蔬菜上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 是咱们大棚蔬菜一般作为底肥或者是追肥 它最佳的一个选择 但是很多的种植户根本就不知道 饼肥其实呢,还要经过发酵 就像我们的一位种植户,吕大哥 那么种了两个棚 一棚的辣椒,一棚的西红柿 他呢,就是在当地榨油的一个小做法 那么购买了3000斤的一个花生饼和豆饼,两种 但是呢,他没有经过腐熟 他就直接使用了 一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不对劲了 这个苗子呀,已经出现了发黄和干枯的现象 他呢,也经过了浇水 但是最后呢,没有挽救过来 已经整体的拔圆了 其实呢,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发酵 在发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些 能够促进它营养的一些成分 比如说过瘤酸钙就可以提高它的肥效 一般呢,我们在发酵的时候呢 取100公斤的豆饼 然后再掺上5公斤的硫酸钙 再加上5公斤的过瘤酸钙 这样呢,发酵10天左右 就可以完全的腐熟 就可以使用了 一般呢,在使用量上 在做追肥使用的时候呢 一亩地一般使用50公斤就可以了 好了,感觉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 请在下方呢,直接点击关注 今年春节过后啊 我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了一袋花生 在晚上啊,家里没事的时候啊 老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 就是随手抓着这样的一个花生吃 但是呢,就因为这些花生呢 让老人呢,在医院里面待了半个月 为什么呢? 黄曲霉素啊,肿毒了 为什么说花生它会产生这些 黄曲霉素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这样的一种现象 黄曲霉素呢,本身它是一种剧毒物质 从科学上来说呢 它相当于是皮霜的最起码要高几十倍 我们种植户们 有时候啊 应该考虑或者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够去预防花生呢 去产生这种毒素呢? 本期呢,我们就是来普及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呢 在播种的时候呢 在播种整地的时候 我们呢,就可以使用一些石灰 对土壤呢,实行一些消毒 第二个方面呢 对种子呢,也要进行一些处理 比如说半种处理来防止低压害种 尤其呢,是起草 这个起草呢 也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传播 另外呢,就是在收获的时候啊 尤其是在收获前三到五周的时候 如果呢,这个时候没有雨 比较干旱 我们呢,就可以给它浇上一次水 如果没有浇水这个条件呢 我们呢,也可以通过椰面呢 去喷洒,熬和泰的盖 或者说呢,去给它使用一些石灰 在收获以后 如果说遇到了阴雨的天气 而这个花生羊呢 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 然后把水分呢,给散发出去 也会导致黄曲霉素的快速的那么发生 或者是滋养 应该怎么做呢 可以呢,在室内呢,进行通风晾干 把这个花生羊啊,也可以给它倒过来 让它这个花生茄朝上 这样呢,也可以很好的去避免黄曲霉素的发生 好了,感觉视频可以 请在下方呢,直接点击关注 今天刚到办公室呢 发现有我的一个快递 打开一看呢 竟然是一箱辣椒 这个辣椒啊,个儿头你还别说 个儿头相对的很匀称 另外啊,这个颜色呢 是很有一个脉性 我按照快递上的一个电话呢 回访了一下 才知道啊,原来是一位种植户 这个种植户呢 主要是种辣椒,刘姐 她说呢,今年的辣椒产量呢 很不错,而且商品性特别的好 寄过来一箱呢 也为了就是分享一下这种喜悦的心情 所以说本期呢 我给咱们大家呢 分享一下它的一些高产的一些种植经验 首先呢,一亩地呢 可以使用微生物菌剂 一般是1.5公斤左右 随水充施 另外呢,就是在移栽定值以后 10天左右,我们要去浇缓苗水 在浇缓苗水的时候呢 可以配合充施一些碱性的充施肥呢 或者说是一些甲克素水溶肥 另外呢,像比如说轻枯病啊 疫病 我们呢,一定要提前性的去预防 提前用药 第四个方面呢 也就是说在开花以后 我们呢,就要去防止肥湿 白粉湿等等 这些虫害呢 引起了一些病毒病 在防止病毒病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杀虫剂 再加上一些抗病毒的药 再加上 氨基酸复配 这三者复配 然后呢,去进行喷雾 这样子呢,效果是很不错的 最后呢,在喷果的时候呢 去喷洒零酸二青甲和熬果胎的钙肥 好了,感觉视频可以呢 请在下方直接点击关注 种植核 老李我觉得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好 就是说呀 他在自己的菜园里面种了一点香菜 浪费了大量的种子 但是出名啊 特别的低 所以说呢 我本期呢,就想教给咱们大家 比较全的一些 怎么样能够促使香菜这个种子快速发芽 这样的一些小技巧 第一个技巧呢 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家里面呢 都有一些擀面杖 或者说是有一些厚的一些木板 我们呢,可以把香菜的这个种子啊 给它揉碎 最好呢,就是压成两瓣 第二种方法呢 是我们可以用开水 那么去烫香菜的带壳的这样的一个种子 一般的时间是可以烫五分钟左右 然后呢,把这个种子啊 然后直接放到冷水之中 稍微等个两到三分钟 我们呢,就可以捞出来 然后大概呢,晾一天 这样子去播种的这个种子呢 也可以很快的出苗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可以我们呢,用凉水 直接的浸泡 大概呢,是浸泡三个小时左右 然后呢,把这个水倒掉 然后盖上一层纱布 等发芽以后 我们再去播种 这样子呢,也是不错的方法 如果说呢,有一些香菜的菜农 它为了去提高这个产量 可以呢,在采收之前十天左右吧 可以去喷洒一遍二十PPM的一个吃梅素 这样子的产量呢 最起码可以提高10%以上 是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感觉视频可以呢 请在下方直接点击关注 种植户李大姐 种植菜豆已经有好几年了 可就是产量的上不去 这恐怕也是咱们 所有的种植户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吧 菜豆呢,首先是不耐肥 但是呢,喜欢零降肥比较多 所以说呢,一定要减少氮肥的食用量 在施足积肥的一个基础上呢 我们呢,就要轻施一个提苗肥 而重施一个结架肥 提苗肥呢,我们一亩地 一般呢,可以使用三公斤的一个尿素就可以 到结架初期的时候 一亩地呢,可以使复合肥15公斤 甲肥呢,用上5公斤就可以 到结架盛期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肥啊 就要提高到于纯钾肥 就是说高钾肥为主 一亩地呢,食用15公斤就可以 同时呢,植面呢,要喷洒熬合它的钙肥 在水分的管理上 也是如此 比如说在结架之前呢 尽量的去不要浇水 到结架以后 那么虚水量就要变大了 我们呢,就要遇见汗 就要去浇水 浇足水 这样呢,你的产量呢 就要比别人的产量多出来一大件 好了,感觉视频可以呢 请在下方直接点击关注 这几天呢,由于出差了几天 有一些种植户给我发的一些信息呢 也没有及时的回复 在此呢,说声抱歉 有位种植户啊,说他们当地 就是目前这个小黄瓜呀 价格已经涨到六块了 但是他的小黄瓜 就是他自己种植的小黄瓜呢 现在却卖过上价格 收购商呢,不愿意收 经过询问以后啊,才得知 他主要种植的小黄瓜呢 主要是表皮有折皱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皱皮的一个现象 总体来说,商品性的不太好 说到这呢 好多的农户啊 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错误 就是说呀,早上在放风的时候 千万要记住 不要一下子的把风口全部的打开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风口 可以给它打开三公分左右 然后呢,去进行通风 等棚内的温度如果上升到25度以上的时候呢 呃,再全部的开始打开通风口就可以了 其次呢,在喷瓜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喷瓜期 一定要配合椰面呢 喷湿一些凹河苔的钙肥 这样子呢,也有利于预防皱瓜的出现 好了,感觉视频可以呢 请在下方,直接点击关注 种植库种辣椒 一般你们在生长过程中 减脂不减脂呢 而且呢,会不会减 本期呢,我想介绍一位 我们基地的师傅 这位师傅呢 有15年的种植辣椒的一个经验 或者是高产心得 他的高产心得呢 绝招就一个 用好这一减 一般的时期呢 就是说在7月的下旬 到8月的上旬呢 进行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时间段呢 你第一茬的辣椒呢 已经采摘完毕 而且呢 辣椒在这个时候 那么辣椒的四个大支呢 它会扩散 又长出来了八个侧枝 也就是说 多长出来的这八个侧枝呢 会严重的影响 那么田间的透光条件 和你的四个大组织呢 会竞争养分 在发病方面呢 相对来说呢 发病率特别的高 我们的目的 这一茧的目的 就是要去除 那么这八个侧枝 在减枝的时候呢 首先要减出 那么原来病虫危害过的枝 或者说是前期 结果量呢 已经过多的一些枝 或者说呢 由于一些田间管理方式不对 而造成了一些折断的一部分枝 都要给它优先去减除 这样子做 就是呢 让养分 那么只供应四个大支 让辣椒呢 形成一个多结果 而且结大果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因为多了这一减 那么产量呢 最起码提高百分之三十左右 好了 感觉技术对你有所帮助呢 请直接点击关注 四川的辣椒种植后 马大哥呢 现在比较犯愁了 这个辣椒呢 是钢结果 但是呢 一个星期之前呢 浇了一次水 辣椒呢 已经出现了成片成片的死亡 马大哥现在呢 是很后悔 嗯 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啊 说了这样一句话 要早知道这样 真还不如不去浇这边水 说白了啊 这种病 就是辣椒的一个典型的异病爆发了 在整地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引起我们农户的注意 这个地面呢 尽可能的给它整平整 尤其是比如说低瓦的地方 容易积水的地方 我们给它平整一下 嗯 另外呢 就是辣椒一旦挂锅以后 这个浇水量就不要在大水漫灌了 要适量的浇 或者说是地皮呢 只要不干 我们就没必要去浇水 同时呢 也可以使用一些 比如说微生物菌剂啊 去进行充施 以此呢 去改善辣椒的根系 那么吸收养分 嗯 也可以呢 用一亩地呢 用上三斤的硫酸铜 然后呢 去配合一些土 然后撒到这个地面 撒完以后呢 我们呢 适当的给它浇一点小水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也可以很好的去预防辣椒的异病 或者说呢 如果你想让这个病害呢 尽早的能够防止住 或者是预防住呢 我们同时也可以去结合叶面去喷洒一些煞卷剂 比如说一灵铝啊 再加上甲霜铃 或者是带生猛星都可以 好了 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呢 请直接点击关注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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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